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百五十五两 巡抚一百三十两 支线仅四十五两 这么低的俸禄 势必会激起官员贪腐敛财的风气 否则 他们连自身生活都顾不上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英镇时期 朝廷开始推行养联银制度 养联银是在正式奉路以外 给官员的额外收入 一开始的时候 养联银只在外省官员中推行 后来京官 八旗 陆营才开始逐渐使用 不过 清朝官员待遇虽然不分文武 可是 武将内部却分八旗 陆营 这也是为什么文章选择从一品分析 而不是正一品的原因 因为正一品的武将职位 全部都是其人大臣担任 其余品级的武将 又不能像一品官接这样 可以享受全部待遇 八旗是当年关外跟随皇室打江山的 陆营是入关后 改变明朝将军组建的 差距极大 待遇自然有很大不同 武将有发放养联银 最早也是从八旗开始的 从记录来看 至少用正五年以前 八旗中就开始发放养联银 青石录 记载 英正五年争热各省将军聚以量养联银两 唯凤天 飞龙江 船厂三处将军 并无养联之下 八旗的养联银 基本都集中在高级将领中 因为一般的旗人有足够丰厚的待遇 不需要依靠养联银支撑生活 据钦定大清会典事里记载 正一品的领是卫内大臣 每年养联银可以领九百两的 从一品的满洲都捅每年七百两 汉军 蒙古都捅只有六百两 正二品的汉军副都捅每年四百两 跟相同级别文官动辄上万两养联银相比 八旗将领自然比不上 可是 跟陆营相比 他们同样比不上 从一品的提督 每年可以领到两千两的养联银 正二品的总兵每年一千五百两 从二品的副将每年八百两 朝廷给陆营将领更高的养联银 说到底还是陆营雄 没有八旗那么多的外待遇 朝廷也希望用这种方式拉拢陆营将领 这也是为什么陆营士兵曾多次因为欠军想闹事 可是将 临时中跟朝廷站在一边 在两年银以外的品级待遇 逐工费 住房 其实差别有限 不过 分额肯定因品级产生不同 关节品级更大的好处 不只在认识的福利 更重要的是 二品以上的将领可以把子嗣送到国子舰读书 这是朝廷最高级别的教育机构 在这里读书后 只要通过简单考核 就可以直接任选官职 不必参加科举 而再贫瘠待遇以外 对于一个武将来说 更重要的待遇 还是阵亡殉难后的抚恤 跟文官在朝廷的厮杀不同 武将面临的刀光剑影 毕竟更直接 战场复杂 再厉害的将军 也可能被冷枪按箭击倒 对于将领阵亡殉难后的抚恤 清朝做的还算不错 当时做的抚恤 包含了多方面 朝廷会给那些殉难阵亡的将领 发放一笔丰厚的抚恤银 交给阵亡将领的家属 这可以让将领在前线厮杀时 没有后顾之忧 同时 又会发放祭银 藏银 杯架银 专门用作恩藏 古代讲究入土为安 这种抚恤一样重要 数额大小 根据将领的战功 级别进行发放 鸦片战争时 广东西都官天培阵亡 按照规例 朝廷为官天培 发放了八百两抚恤银 全藏银五百两 寄银二十五两 除了银两意外 那些阵亡的一品官街将领 朝廷还会给他们数杯力转 追加示号 当然 这个要得到皇帝同意 允许追逝的 由汉林院撰写碑文计文 否则 也会由内阁专门撰写计文 官天培去世后 就被追逝为终结 而且 朝廷往往会对这些迅纳将领 再恩赐追加级别 以示优待 对于迅纳的将领 他们的子孙 可以有机会直接继承职位 连考核都一并远去 这些就是从一品官街的武将 可以在清朝得到的待遇 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 脑洞外星人 一个研究地球历史的外星人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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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